老单曾经辉煌但如今落魄的音乐制作人 老单曾经是炙手可肉的音乐制作人 但随着年龄的老去才华也逐渐枯竭 脾气愈发暴躁的他被自己苦心经营的唱片公司扫地出门 终于醉生梦死事业一塌糊涂 更糟糕的是他的婚姻也失败至极 女老婆长期分居发现女儿与自己有了严重的代沟 想年轻一回吧还被酒宝揍了一顿 对于老单来说生活似乎失去了意义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酒吧买醉的老单听到了年轻女孩葛雷塔在舞台上的弹唱 老单立即被他支持灵魂的清澈声音所打动 主动请应要为他出场片 不料葛雷塔逼格较高说你算哪根错 老单心想我好歹也是著名制作人 便对着葛雷塔讲起了自己的牛叉岁月 葛雷塔听完说故事很感人 但我得回家睡觉了 不要迷恋哥 哥就是传说 不要迷恋姐姐让你吐血 虽然葛雷塔也是为情所伤 当初跟随自己的男朋友来到纽约闯荡 本来事业有了一定的起色 睡之男友突然劈腿 葛雷塔心想冒了个咪的 便愤然离去 偷奔到自己的死党小胖同志家里 小胖是个爱音乐不爱美人的屌丝 常在某酒吧助唱 葛雷塔正是在酒吧玩票的时候 遇到了老单 老单兴奋地将葛雷塔带到自己的音乐公司 并向老板极力推荐 谁知老板听完了表示 此女态度略调 并让他们录制样片才能做绝点 老单觉得自己很没面子 决定和葛雷塔录制一张完整的专辑 每首歌都在纽约这座城市 不同的地点录制 为此老单临时组建了一个草台班子 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录制属于这个夏天的声音 渐渐地老单和葛雷塔也产生了暧昧的感情 老单向葛雷塔坦白 自己老婆也是先劈腿 才造成婚姻的不幸 被劈得天雷滚滚的两人 顿觉相见恨满 专辑很快录制完成 老单的老板听门大为赞赏 决定重点包装 最终转机大卖 葛雷塔却没有选择与老公赞一起 在音乐界已经颇有名气的前男友 借演唱会的机会 调达了对葛雷塔至死不死的爱 歌曲改变人生是由约翰卡尼自编自导 该篇讲述了两个音乐人的故事 自身就是摇滚乐队贝斯手的约翰卡尼 对于音乐人的生活状态了无之掌 对于音乐品质的要求也极为严格 该篇的故事平淡如水 却又温柔动人 结合着优美动听的旋律 给观众带来了视听的双重享受